祝剑的这个故事是一段发端于大概两千多年以前的中国的神话传说故事 然后这个故事它描述的是一段仇恨 但是这个故事又非常的奇异 甚至说有点诡异 我觉得这个里头的疑点很多 第一个就是最早这段故事 它那个仇杀的动机很奇怪 第二点就是这个复仇的人不是我们常见的 一个那种复仇天使这样一个形象 然后第三点就是这个报仇的结果 最后并不是像我们大家最后常见的那种大快人心的一个复仇的结果 它非常的含混 甚至说那个结果有点诡异 然后这个故事它一直就缠绕着我 不定时的就会蹦出来在我脑子里头 然后我感觉咱们现在的一个世界其实发展的越来越奇怪 仇恨似乎变成一个我们社会发展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推进力和推动力 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通过这一次的创作来重新思考和反思这件事情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于是我们就纠集了我们深圳 包括还有上海香港的创作力量 然后有几方面的艺术家一起来合作完成 有舞蹈的 有音乐的 有戏剧的 有多媒体影像的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进行这个创作 我相信这次这部演出一定会是精彩的 欢迎大家来看 谢谢